一棵芽白树 芽白树的话 它的木质是非常的坚硬 然后生长的环境非常的苛刻 它下边的话也是掉了一些种子下来 下边这个也是 它生长在这个悬崖上 看 它这边 这个也是它的一棵小的 这个也是芽白树 大家看一下 这个就是我刚刚在下边那个悬崖这里 我脚下这里就是个悬崖 这棵的话就是一棵那个芽白树 你看 它这个是非常的硬的 弄不了 它这个非常坚硬 然后它是 我脚下这里就是一个悬崖 大家看一下 它这种芽白树的话 木质会发出一种一股那个香味 就是有一股独特的香味 然后它的这个树木 它的价值还是比较高的 它这个里面 拔开的这个皮的话 里面这里是红色的 它的木质是红色的 然后它生长的环境的话 都是在这种悬崖 我脚下这里 一不小心的话就跌下去 就是个悬崖了 上边那里还有一颗那个红豆山 然后等一下我上去那边 我要分享给大家看一下 到这里发现这个螃蟹角 在这个树上 树上全部系满了 那个螃蟹角 你看 一堆一堆的特别的多 上边那里 全部都是 然后树的这边的话 这个的话就是刚才我所说的 那个红豆山 细叶的那种 等一下我分享给大家看一下 看一下 这颗的话就是一颗 细叶的那个红豆山 然后你看一下它这个叶子 这是非常细的这种 看一下大家有没有认识的 这里的话有着好几颗 下边这里还有一颗比较大的 哇这一颗的话就是相当的大了 这里还被人窄过 它这里 看一下 它这里还被人窄过 都是在这种悬崖的话 很多人也是弄不了的 你看这颗相对来说是比较大的 大家看一下 这个这么大的一颗 在这个悬崖上 它的这个叶子很细的 大家看一下这种树的话 在我们这边的话 有着山上也有 有着山顶上也没有 并不是说每个地方都会有 这个树就是列入国家的 保护植物 这个东西我们也不要去乱动 下边的话有着许多的那个 芽白树 还有这边的话有着几颗那个 红豆山 这个红豆山的话 它这个造型 这个叶形的话 还是非常的漂亮 对于我们这边 有这么多野生的 这一保护植物的话 大家会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留言 本期的视频 我们就分享到这里的 下一期的话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